工资为什么一定要交给老婆,说得太对了。 1.工资交给老婆的男人脾气很好。 往往大多数的男人,如果当他们主动把自己的工资交到老婆手里时, 那这个男人可以看得出他的脾气性格很好, 不像一般男人一样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喜欢对自己的老婆大吵大闹。 其实让一个男人心甘情愿地把工资交给你的时候, 他内心需要多大的勇气, 他们往往都会和自己的内心在做斗争, 然而如果一个男人真心地想把工资交给你, 这个男人是真心爱你的, 他可以放下自己所谓男人的尊严, 一心去讨好你。 所以这种类型的男人是属于脾气温和的男人。 2.工资交给老婆的男人信任老婆 现在大多数的男人都不愿把工资交给自己的老婆, 因为他怕有一天自己的老婆因为有钱了而背叛自己。 不过总有这种想法的男人, 他们并没有错, 毕竟现在的女人不像过去的女人一样安分守己, 她们总是会因为一些物质上的原因而选择出轨。 但是两个人在一起, 要想长长久久地生活下去, 就要学会相信彼此。 如果你不去信任他,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和他结婚? 然而当一个男人愿意把他所有的工资都上交给你, 就可以证明他非常信任你, 希望你不要让他失望。 三,工资交给老婆的男人, 当别人借钱的时候有理由拒绝。 现在很多男人都讲一起, 如果他们身边的好兄弟急需用钱, 虽然他们内心是不想借的, 但又碍于自己的面子, 只能强忍着痛把钱借给了别人。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把钱上交给了老婆, 这样当别人在为他借钱的时候, 他就有理由去拒绝别人。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再好的友谊, 只要因为钱的事情都会解散, 都说提前伤感情, 这话说的很有道理。 大多数的感情都是因为金钱的原因, 而使夫妻二人离婚。 所以像这种男人可以看得出他们很聪明, 总会为自己想后路, 这样的话, 当别人在为他借钱, 他也不会为此感到为难了。 四,工资交给老婆的人, 回家早。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这话说的一点都没错。 很多男人都会觉得自己兜里有几个破钱, 就觉得自己可以了, 仿佛可以争霸天下, 为他独尊。 他觉得只要自己有钱, 就可以让所有的女人都对他百依百顺。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愿意把他辛辛苦苦赚来的工资, 上交到你的手里, 此时你应该感到自己很幸福。 因为像这种类型的男人, 他们因为自己兜里没有钱, 就可以每天下班的时候, 第一时间回到家, 他们就不会在外面和那些狐蜂狗友出去鬼混。 如果当你遇到了这种男人, 一定要懂得去爱护他。 以上就是小编我最近总结到的几点, 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男人是否对你真心, 你就可以让他把工资全部交给你管理。 如果他不愿意, 就说明他还是不够爱你。 如果他连考虑都不考虑, 毫不犹豫地交给你了, 那么你就要懂得好好珍惜他。 您可以做。 谢谢。